灰透光的背光键盘 以往会配备在高阶笔电中 不过毛利率是比起传统的键盘高出了两成 因此业者积极抢劲希望能够普及 接下来呢我们的独家镜头就要带您直集 明基友达旗下达方电子在苏州的生产线 键帽里面藏着LED灯模组 让英文字母能够发光 就算在昏暗环境打字也不是问题 现在不论是一般笔电 甚至是追求酷炫的电竞笔电 背光键盘成为业者积极投入的一块领域 记者手上这一台是键盘会透光的笔电 业界预期像这样子会透光的背光键盘 到了2020年全球出货比重 渴望达到五成 跟着非凡新闻的镜头 带您独家持续台场在大陆苏州的 背光键盘生产线 机器像种菜一样 把键帽底下的支撑架装上去 五秒钟迅速完成一片 再透过机器 直接把相同大小的键帽 移植到键盘架上 键盘要透光 这片背光模组是主角 先把它贴在键盘后面 接着就要通电 模拟和电脑连动的状况 确认该透光的地方都有透光 看来像是一片普通薄薄的塑胶纸 这可是由反光板 导光板和LED灯 所组成的背光模组 键盘想透光 全都得靠它 用滚轮刮正面还不够 连侧面也要用小板子一起刮 再让机械手臂仔细按压键盘 确定每个键帽都牢牢固定在键盘架上 键盘最后来到测试字母排列的阶段 如果是正常品的话 还就直接送到下一站 不过像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NG饼 我现在把它放在这个台子上面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萤幕上面它就会开始去跑 它如果出现红色的部分 这代表是错误的排列它就会退出来 背光键盘平均毛利比传统键盘高出2到3成 加上笔电出货年成长率逐渐好转 从2015年的年减1.41% 到了2017年就会转为年成长0.61% 吸引键盘上达方 晶圆和群光都积极抢劲 以早期的材料当然成本上面是会比较偏高的一点 未来整个的一个键盘 背光的部分会成为一个标配 那当然市场走这些轻薄的部分 轻薄的部分是未来绝对的一个趋势 运用机器自动化 产线人力少了一半 一天10小时量却能达到1800片 比以往增加大约500片 成长将近4成 铭记友达集团旗下达方电子 光在苏州就设有两个厂区 看好制造业投资前景 目前在苏州的台资企业已经超过1万家 不过去年苏州昆山市发生的8月2号 铝粉城爆炸事故 对苏州台商持续产生负面影响 加上人力成本提高 台湾知名公司鸿辉科技 连建科技相继宣布关门停产 制造安全这一块 事实上也是台商长期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要把握的一个因素 不过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 在大陆地区在昆山地区 有一点是事件引导政策 苏州市台器协会长高国伦 认为之前落脚在苏州的台商 大多以代工制造为主 现在面临转型升级需求 还有资金短缺问题 台商要积极整合上下游 发展高阶电子产业 才能继续维持优势 记者杨宝珍 林秋强 在大陆苏州的采访报道